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2023年完整实体回归 四天展期吸引来自150国 参观人次较疫情前成长百分之十二 今年搭上AI浪潮 扩大举办 距离还有半个月 周边已经挂上会展布条 你能想到的国际科技巨拨 都将在台湾两项 展前会台湾的董总都到期 将做星光程度更是堪比CES大展 从六月二号起 包含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超维苏之锋 高通阿蒙 英特尔的季辛格 以及美超维的梁建后 五大巨头都将亲自来到台湾 比照自家发表会的规格 给出最新的AI趋势分析 台湾正好抓住这一波AI的契机 那我想我们从 不管硬体或软体 或者是整个产业环境 其实都契合这一波AI的发展 除了国际大厂之外 台湾品牌双A都有动作 其中华硕预告 二十一号将会发表搭载 Snapdragon处理器的VivoBook 支援微软AI功能 会大幅提升生产力 在四副器方面也会有亮点 把握这个让世界 看见台湾的机会 台湾的这个整个上下游 这个ID产业 从半导体到这个 IC设计到这个系统厂 我想再次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那我想这次来的 各个大厂的这个重要领导人 那他们背后代表 也就是AIPC或者是AI Server 这个产业界的一些领导的关键人物 根据IDC的预测 AIPC出货量从二零二四年近五千万台 成长到二零二七年的 一点六七亿台 更预计AIPC将占全球 所有PC出货量的近百分之六十 台湾吸收国际巨拨 提前卡位庞大商机 小云玄 张婷香方 一想太不倒